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2月4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对习近平不客气 美国三艘航母同时现身印太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尼米茨号航母战斗群 从中东调往印太地区 形成了三艘航母同时聚集印太地区 而中东地区无航母的局面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就说 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尼米茨号航母 撤离中央司令部安全负责区时 考虑了范围更广的地缘战略局面 科比宣布这项决定时就说 我们部署军力的每一项决定 包括空中地面和海上力量 当然这包括了资源密集的航母 和附属战斗群的部署 都是根据对地区威胁坦诚 做出评估后做出的 1月24日 美军宣布以罗斯夫号航空母舰为首的 一个美军航母战斗群 进入了南中国海 以推进海洋自由 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 此外 里根号航母继续常驻 日本横须赫港美国海军基地 从而形成了美军三艘航空母舰 同时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的局面 在美国拜登新政府1月20日就职后 中国军机加强了对台湾的贴近飞行 称这是对外部实力的严正警告 与其同时 北京通过了所谓的海警法 授权中国海警使用武器制止外国组织和个人 在海上侵害国家主权 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那北京的这些动作就被视为对拜登新政府 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测试 那迄今为止 拜登政府官员展示了以美国自身实力和联合盟友力量 应对中国挑战的坚定立场 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已经与日本防卫大城 岸信夫通过了电话并表明 那间隔租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试用范围 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中国海现状的企图 那北京称间隔租岛为主权归中国的钓鱼岛 并经常派政府舰船和飞机进入这个岛屿附近的海域和空域 那新任国务卿布林肯上任该满一天 就与菲律宾外长洛青通话 强调了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明显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 政府船只和飞机在太平洋遭受武装攻击时的情形 他说这包括了南中国海 中共政权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 星期一就说 中国愿意与美国一起推动双边关系 沿着不对抗不冲突 相互尊重和互作互赢的轨道发展 但又警告美国说 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和南海等议题 都是碰不得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星期二回应的时候就说 我们对抗中国的侵略性 威迫性行动 稳固我们关键的军事优势 捍卫民主价值 投资研发先进技术 恢复至关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 再来我们来关注拜登面临的亚洲挑战和新应对 根据BBC中文报道 美国拜登新政府上台前后面临亚洲各地区诸多挑战 拜登团队似乎已经有了不同以往的新应对政策 2021年 已始从西亚的伊朗到东北亚的朝鲜和俄国 拜登政府面对的外交局面是错综复杂 相互有着直接或潜在的联系 特朗普政府离任前给拜登政府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亚洲包括抛弃国际合作的单边行动促使伊朗核问题计划 朝鲜核问题没有任何进展 忽略人权的外交助长了 缅甸军方阻挡民主化进程的步伐等等 此外拜登政府在亚洲之外还面临包括修复美欧关系等任务 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必须应对新冠疫情严重 经济服输艰难 社会撕裂严重等极大发展障碍 换个焦点 昂山素姬被控藏有非法对讲机 总统温敏违反了禁止集会限制令 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 该国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便遭军方扣留 缅甸警方周三对其提出了数项控罪 昂山素姬面临的指控包括了违反禁出口法 以及拥有非法通讯设备 警方文件就显示他将被继续羁押至2月15日 目前昂山素姬的下落赏不明确 但有报道就指出 他被关押在首都内比都的住所 文件显示被罢免的总统温敏也面临了指控 他被指违反了新冠疫情期间 禁止集会的限制令被关押两周 自从缅甸军方在2月1日凌晨发动政变以来 担任国务资政的昂山素姬和总统一直没有音讯 领导这次政变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来已成立了一个由11个人组成的军政府 该政府将在长达一年的紧急状态下执政 军方通过了指控昂山素姬的政党在大选中舞弊 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去年11月的大选中 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些指控附在警方提交给法庭的一份 被称为首次初步报告的文件中 文件就指控昂山素姬非法进口和使用通讯设备 对讲机 这些对讲机在他位于内比都的家中被发现 文件就称他被关押后审的目的是为了询问证人 取证 并在审问被告后寻求法律顾问 根据国家灾害管理法 文明被控违反了新冠疫情的限制令 在竞选期间 与支持者在22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中会面 考虑到军方夺权的严重性 以及如今缅甸岌岌可为的民族团结和随之而来的国际谴责风暴 这些指控似乎可笑的微不主导 但这些措施或足以确保军方禁止昂山素姬担任政治职务的目标 那因为国会议员不能有刑事定罪 32年来将军们一直试图消除昂山素姬长期受欢迎的威胁 但都以失败告终 他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允许他参加的每一次选举 那昂山素姬唯一没有赢得的选举是由军政府10年前举行的一次选举 当时他也被一项奇怪的刑事判决禁止了参加竞选 当时一名美国男子游泳潜入他位于仰光湖畔的住所 该男子在离开时被军政府发现 对此军政府指控昂山素姬违反了软禁令 那许多医院的医护人员或罢工或佩戴着反抗标志继续工作 以表达对缅甸短暂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愤怒 抗议的医护人员们就表示他们寻求立即释放昂山素姬 在网上很多人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了红色 红色是昂山素姬所在的民盟的标志色 不过迄今没有太多大规模的抗议的迹象 周二晚上在缅甸最大城市阳光 司机们在路上鸣笛表达不满 而居民们则敲打锅等吹锯 那政变后的缅甸形势基本平静 军队在道路上巡逻夜间实时销信 那以其同时也有支持军方的示威活动进行 据美联社报道 其中一场有3000人参加 数百名的议员此前也被军方扣留 但他们在周二被告知可以离开首都的政府府邸 而民盟议员姓马昂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军事独裁时期因政治罪名被判入狱11年 他对BBC缅甸语说 他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府邸 那由主要经济大国组成的七国集团G7就表示 该组织对政变深表关切 并呼吁尽快恢复民主 不过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同看法 联合国安理会在周二召开紧急会议之后 未能就谴责缅甸军事政变发布声明 再来我们接着关心联合国说 中国和俄罗斯拖延安理会应对缅甸进程 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开四项会议讨论缅甸局势 因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反对 未能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 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周二开会讨论缅甸局势 英国起草一项联合声明 内容是谴责军事政变和要求军方立即释放被非法拘留的人 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布尔格纳会前向理事会做简报说 他强烈的谴责军方最近采取的步骤 并督促大家集体发出明切的信号 支持缅甸的民主 不过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不同意 谴责声明未能发表 印度和越南也表示有所保留 一名官员对法新社就说 中俄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 中国和俄罗斯其实也曾在2017年 联手阻止联合国发表关注缅甸罗兴亚难民的危机声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就表示 国际社会的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缅甸政治和社会稳定 避免激化矛盾 使局势进一步负责化 七国集团G7则于昨日谴责缅甸军事政变 并表示非常担心安山素基等被捕政治领导人的命运 而美国国务院周二也宣布了 正式将缅甸军方夺权事件认定为军事政变 暂停部分援助 不过美方对缅甸的援助仅极少数是给当地政府 持举对掌权军方恐无太大的影响 美官员就指出 定性政变将启动对缅甸政府外援的特定限制 美方也会大范围检视目前援助计划 但官员强调 美国会持续地实施让缅甸人民直接受贿的计划 包含对罗兴亚人等有需要族群的人道援助 官员坦承美国对缅甸政府的外援金额非常之少 近乎为零 绝大部分的援助是给公民社会团体 再来我们一起把焦点转向韩国 韩国新国防白皮书凸显了近中远日的讯息 韩国国防部新版的国防白皮书透出重要信息 首尔正在拉近与北京的关系 同时疏远与日本的关系 美国之音报道周二公布的新版国防白皮书中 韩国与日本的关系从之前使用的伙伴关系 下降至邻国关系 而且排名在韩中关系之后 反映了正在驱冷的韩日关系 那白皮书在有关韩日关系的叙述中 主要强调两国间的矛盾 那韩日关系驱冷而韩中关系升温 在跟中国的合作方面 新版白皮书删除了两国2016年 因萨德反导系统引发矛盾的内容 加强了韩中两国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于2017年文在寅就职第一年举行韩中首篮会谈 整个韩中关系的表述也呈现积极调子 韩国国防白皮书发布之后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索普尔当天就表示 华盛顿将继续扩大美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 他在回复韩联社的电子邮件中就称 这对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 包括应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弹道导弹威胁 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次序 日韩关系发生变化始于2018年 韩国居高法院2018年10月底 勒令日本的新日铁驻金向市民 被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期间 强征的劳工支付4亿韩元的赔偿 日本政府强烈谴责这一判决 并坚持认为赔偿问题在1965年 两国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 得到了彻底和最终的和解 换个焦点 泰国旅游局说 预计2021年旅游创收1.2亿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皮帕先生 督促各相关部门明确 2021年度旅游规则 特别是在促进国内外游客旅游方面 相信今年下半年能够吸引外国游客入台旅游 但这也要取决于国家的防疫措施 旅游与体育部也会密切关注疫情的形势 此外 在泰国国家旅游局估计2021年旅游收入约计 1.2万亿泰铢 国内外旅游收入比率为42比58 预计国外游客数量约为1000万 约计创收5000亿泰铢 人均收入为每趟5万泰铢 而国内游客数量约为1.2亿人次 创收约计7000亿泰铢 人均收入为每趟4340泰铢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阿莫扎西说 辞去巫统主席职并非解决方案 马来西亚巫统主席 南都市里阿莫扎西就指出 他与一些巫统国会议员 今年获得的拨款是一整年10万令吉 与反对党国会议员相同 而其他执政党国会议员的拨款 则是一年370万令吉 他说这是不知何人决定的 只要投票让2021年财政预算案通过的 国会议员可以获得一年拨款10万令吉 阿莫扎西就表示 其他获得一年10万令吉拨款的国会议员 还有巫统北根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纳吉 奔征区国会议员阿莫马斯兰 烧商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纳兹里 和马张区国会议员拿督阿莫加兹兰 而另一方面 巫统近期有人在社交媒体 要求他持续主席一职 而各地也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横幅 他说辞职并不是解决方案 他曾经因为被迫而休假六个月 结果休假的第一天 强迫他休假的国会议员退党了 因此辞职无法解决问题 他也表示 更何况他是经过党选 由民主的方式当选 那代表依据党章选他当任主席 党章必须受到尊重 他就说 在纳吉担任务统主席的时代 最高理事会决定主席和熟理主席职 不开放竞选 但到了他的时代 在最高理事会中也有讨论此事 但是他的决定是开放竞选 他接着指出 在2018年的党选 也有三人竞选主席 身为民主制度的拥护者 没有理由不让其他人竞选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